Hello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好 沙莉又來教大家過年動一動了 那今天一樣我們要來分享的訓練的動作 是我們的公二頭肌的訓練動作 訓練動作也是非常簡單 首先如果家裡有啞鈴的話是最好的 那你就用啞鈴來做訓練 那如果沒有啞鈴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就是拿個礦泉水瓶 或者是像沙莉這種保溫瓶 然後來做訓練也是不錯的 但是不要說拿那個太大的然後抓不住 這樣子不是很好喔 所以呢就拿剛剛好你可以握住的 握得這樣這樣子 手可以整個握住瓶子的這樣瓶身 然後裡面裝滿水是最好的 好那接下來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訓練的動作 首先呢如果你是踩站姿的話呢 你的這個腳與肩同寬 然後呢你的膝蓋呢微微的彎 不要過度的伸直微微的彎 好然後你的頸椎你的脊椎還有你的骨盆 你都要保持一直線的中立的不要過於的五分前傾 跟後傾駝背都不要保持直線的中立的狀況 膝蓋微彎OK 然後呢肩膀不要鬆起來向下內收好挺胸 那其實動作呢你的手腕呢這個手心呢要朝外向前 好然後拿著你的啞鈴 那一樣呢你的這個上面的手臂呢 盡量的靠近你的身體 不要太外面不要離開太多 盡量靠近你的身體 然後呢一樣用力的時候呢 所有的這個肌群呢 只有用力的地方只有在你的公二頭肌 所以你的手腕呢要保持中立 不要過於這樣子彎曲 保持中立的狀況 好不要過於彎曲 也不要過於這樣往外旋轉 保持中立的狀況 好那用力的時候呢 整個這個把用的公二頭肌呢 把啞鈴往上抬起來 然後吐氣 好慢慢的再放下來 不要放到就是完全的放下來 這樣子呢對你的這個手腕呢 會有滿大的傷害 我們循序漸進慢慢做就好了 好來我們再看一下側面 好盡量的讓你的手臂呢 上手臂呢靠近你的身體 手腕呢呈現中立 不要過於的彎曲 手腕呈現中立 好用力的時候吐氣 然後用公二頭肌的力量 把啞鈴往上抬起來 手腕還是呈現中立的喔 好吸氣的時候放下來 來我們再做兩次 吸氣的時候放下來 一樣你也可以用寶特皮來做訓練 一樣膝蓋微彎屈膝 微微的屈膝就好 好然後呢所有的這個脊椎 五盆緊住都保持中立 好上手臂靠近身體 不要離開太多 好然後呢抓住 寶特皮之後呢 手腕不要呈現過於的彎曲 呈現中立的狀況 然後呢用公二頭的力量 慢慢舉起你的寶特皮 吐氣 放鬆的時候吸氣 不要過太快 不要太快 這樣子都是會有運動傷害的 慢慢的做 做仔細就可以了 在家呢 運動呢不一定要 這個就是 如果你沒有健身器材的話 你也可以用一些 隨時攜帶的 或者是一些動動的 或者是一些家裡的用品呢 動一下你的頭腦呢 你也可以就是 讓你的訓練更有趣喔 我們下次見